昨天做了个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看中超 反正我一直对别看我在意大利 即使有一甲 我心里边还是很怀念中超 包括这个亚冠 也包括当年的甲A 最喜欢的几个球队 深花队还是上岗队 教练进入竹鞋了 竹鞋进入竹鞋了 北京国安还是 独教练行也进去了 说北京国安的主教练 就是特别没有架子 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些都80后的球员 人家有一些比较好的球员 80后的人家主教练亲自给人鞠躬 这个我从业余足球里边 我看见过 可能第二个 可能V2一个给同一个80后鞠躬的 可能就是孙南老师 唱歌的 他也喜欢踢球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球员 青年队的 他也要为了减轻球队的负担 他就是果断的清除这些低端的球员 让人家也进入竹鞋了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就是唯一一个 清除了低端球员 然后又给80后鞠躬的 也就是我们北京国安队的主要链了 人家也进入竹鞋了 然后上海的山花 咱们说山花 山花球迷之前 我还说了吗 不会让自己的下一代踢球了 现在人家进入竹鞋 也可能我们又要考虑所有的全国的球迷 要不要让下一代踢球了 当然了 你不在那踢 可以到这边踢 到意大利感受一下 意大利的这种足球氛围 和它的培训机制 是不是 可能没有卷得这么厉害 另外最主要的就是 准备一本护照 现在这个护照挺难的 我觉得 除了留学和工作以外 现在想想 可能未来 可能对于这个球员的输出 可能会更严格 尽量的给自己早一点打算 嗯